我參加街頭音樂的歷程 就是由參加電結他的工作坊開始 參加完這個企業之後 很開心可以在街頭音樂連串的表演出 到今天就來到錄音這一段 整個過程都是有點意想不到的 還記得當時街頭音樂第一次表演是在中大 開始busting了一段時間都開始有些演出 但很少演出真的有機會可以讓我們唱自己的原創歌 但誰知道那一次我們可以在中大演出 之餘我們還可以唱自己的歌 當時也算是一個挺特別的經歷 創作只怕沒有你的靈感 其實就是因為一開始我們是busting 很幸運聽我們busting的觀眾 剛好他們就快結婚了 然後就有邀請我們去他們的婚禮唱歌 都接觸了很多 因為這個都認識了很多新人 然後都會覺得很感恩 在一個這麼大日子 以你人生這麼重要的日子 會想加冥月阿兒的聲音出現在你們的婚禮 我很想用自己的音樂 用自己的真的自己的聲音 去送一些祝福給他們 所以就寫了這首歌 這次的錄音就很幸運 得到了小陳奈的Jonathan的幫助 其實他整個過程都 一開始是給我們很大的自主性 由創作去到將那件事實踐在這首歌 他都解釋得很清楚 而且令我們威力量多 由第一次聽到他們的模式開始 其實我都覺得他們已經有一個基本對 音樂或者作曲或者錄音的認知 到第二次聽他們的進化一點的模式 其實已經算是一個非常齊整的模式 所以其實我第三次幫他們再整合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是去到差不多最後的階段 是差一點類似和音上的他們未必了解 或者是一些拍子上哪一個會好一點的選擇 就是少少微調的東西 所以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 以及一個非常好的進步 蔡馬會街頭音樂系列的錄音計劃 就令我可以踏入一個十分之專業的錄音室 自己之前都沒有機會去進入一個很專業的錄音室去錄音 這個過程當然會看到自己的短處 但是都發覺了 原來 了解了原來錄音工作 實際上的運作原來是這樣的 以及都知道自己有些什麼要改善的地方 很開心的 因為你是看到自己的作品 然後可以慢慢去有一些專業的老師指導 然後我們可以一個完整的編曲 然後再去進入一個很好的設備的錄音室 然後錄了這首歌 其實就是因為一開始 由開始Busking 其實沒有想過可以有一個機會 是有一首自己的歌可以很完整 然後是很高質量的配套可以有一個製成品 所以是很珍惜的一個機會 這次這個計劃其實是對一些比較新的音樂人 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因為可能他們未必有機會去接觸到一些實質怎樣去錄音 或者是怎樣去作曲的方式 可能他們未必了解到一開始 究竟怎樣去起步呢 所以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幫助 對於初初起步的音樂人來說 其實我覺得他們最重要是 要自己的信念一定要堅持好 因為玩音樂這條路是非常之艱難的 我覺得因為旁邊可能會有很多人會告訴你 喂 可能找不到食物 可能是興趣而已 你還是找回一份正職 那堅持是很重要的 自己有時也會有些迷惘 有些覺得好像很不實際 但是現階段我覺得 最重要是提著自己 音樂是一個表達自己的工具 還有可以很簡單的抒發一些感覺 對於我來說 音樂呢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禮物 因為已經忘記了自己 從何時開始 已經經常會自己唱歌 接著成長整個歷程陪著我的一件事 還有在我有一個階段比較差的狀態 也都不是很找到方向 整個情緒很差的時候 都是音樂給了很多力量 令我走出來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很幸運 自己可以唱歌 我自己的看法會是想在音樂界做 即是獨立和主流的中間 即是可以有自己的獨立創作的風格 即是不需要拘離於主流的曲式 但是同時也會有 喜歡聽主流的聽眾也會聽我們 我希望自己未來都可以繼續 用這個純粹喜歡音樂這件事 還有真誠去做音樂 心無病死 只怕沒有你